北京首将润雪迎接彭佳慧,记者会前一刻天晴,加盟集找盟线。 金曲歌后彭佳慧,朱莲,日前一早在淘机打卡,普脸书,开心到即将展开北北一日游,挑战一天内往返北京,原来她在17日清晨飞往北京担任演奏家吴慕也加盟索迷音乐记者会嘉宾, 首次尝试在机场不如是书画,而且分秒必争,起飞前发型师还不忘帮她弄发型,到了北京更是惊艳,因为下起了锐雪,而且更是这个东西的出雪,数十年来首次北京没有下雪,没想到彭大哥一落地,天空就下起了大雪, 但更令人难忘的是,下午三点的记者会,雪在二点五十几分突然就停了,彭佳慧大喊集人自由天象,而且把好照头献给主角吴慕也,直说,这位演奏家绝非等兼之备啊。 吴慕也留学欧洲15年,2009年获巴黎钢琴界最高级别荣誉完美钢琴演奏家称号, 也荣获国家特聘,千人计划专家美名,并受世卫总杠士邀请,是首位或邀在世卫总部钢琴独奏的音乐家。 而吴慕也也在今年除夕首登央式春晚,一曲新丝绸之路的演奏再次征服全球华人。 吴慕也签充字幕,终于热爱,希望能做一个快乐的音乐家,一个音乐传递者。 谈及花落索尼的缘由,吴慕也希望能够让全世界听见自己,听见来自华人的古典钢琴演奏, 让音乐走向世界,开启新古典浪潮。 而这也刚好和索尼提出的让音乐点亮世界不谋而合。 索尼音乐历史悠久,是全球三大唱片公司之一,旗下拥有马友友,维远纳艾勒, 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,麦尔斯戴维斯,比利哈勒戴等古典爵士巨播, 并掌握古尔德等多位经典钢琴大师音乐曲库,吴慕也与索迷音乐中国大陆即台湾首席执行官周建辉先生, 与乐乐文化传媒董事总经理杨敏女士一起启动签约一事, 吴慕也向媒体透露新专辑正在筹备中,并将开启全球巡演计划, 很快将于伦敦、巴黎、东京等地进行全球巡演。 金曲歌后彭佳慧则代表索迷献上琉璃鱼, 祝福吴慕也加盟如鱼得水,唱游音乐世界。 为了到北京故宫丹苑记者会嘉宾,彭佳慧几乎没睡到, 因为前一晚他还在台中演出,返回家已是半夜,天没亮又急忙出门, 前往淘机搭倒班机飞北京,由于时间击破,他必须打带跑, 赶登机前书画,正愁没有地方, 掌戎航空特别协调武警机状况下贵宾是无人使用的侮辱式, 提供给彭佳慧临时书画使用, 让彭佳慧一行人感谢万分。 除了在无人贵宾市书画,落地后迎接他的是北京今年第一场润雪, 由于激动气候异常,全大陆该下雪的区域都下了, 唯独北京没下,出雪代表吉兆,让彭佳慧也欣喜不已, 而首度进到紫禁城里的故宫办记者会, 也让他左顾右盼,流连不已,不自觉摆出货霸气, 货物内的姿怡拍照,呈现彭大哥和惠贵妃的对话, 他笑说,不知道是不是真环传看太多遍, 总对紫禁城充满好奇与幻想。 此外,在记者会开始前一刻大雪居然亚然而止, 也让他嘖嘖称奇,直呼好神奇,珍贵的回忆。 彭佳慧一日北京,飞越三千多公里, 他达最晚一班飞机回到台北, 他期待很快与世界顶尖演奏家吴姆也能有音乐上的合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